出生一个月被生母抛弃,靠奶奶捡垃圾将她拉拔长大,如今成一圆影帝。 同样是光环盖顶的明星,有的出生豪门,有的出生草根,有的一路走来顺风顺水,有的历经坎坷,一身风尘。 有的在父母家庭的呵护关爱下长大,有的却生来孤苦,在凄凉心酸的环境中成人。 以一步捉妖剂而走红的井百然相信大家都很熟悉。 这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,一身文艺气息的少年。看起来多么像是从温室里长大的小苗。 以唱歌选秀出道的她撞上了选秀市场的高歌猛进,也遇到了华语乐坛的长期低迷。 2010年的时候,上帝为井百然关上了歌手的窗,打开了演员的门。 没错,她从歌手转做了演员。 从一开始跑龙套到后来出演20亿票房的男主角用了整整五年时间。 井百然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。 如今的井百然已经是大红大紫,也出演了很多优秀的作品。 如《桌妖记》、《盗墓笔记》、《后来的我们》等。 飞科班出身的她经过自身不懈的努力。 终于为自己在演艺界争得了一席之地。 但相比井百然演艺之路的艰辛,她的童年经历更是令人同情泪目。 井百然在一次接受采访时,说出了自己的童年经历。 她出生在一个很贫困的家庭,并且在出生之后不到满月。 。 母亲就抛弃她离家出走了,而父亲也没有负起养育她的责任。 。 井百然从小是跟祝奶奶长大的。 年迈的奶奶没有工作,只能靠捡垃圾来维持生计。 。 从小奶奶就是井百然最亲的人,她跟祝奶奶一起从苦日子里一点点走过来。 。 不得不说井百然真是个争气的孩子,她进入演艺圈后,就非常努力地排戏。 。 最后终于等来了成名的机遇。 。 之后井百然更是以76.81亿的票房,位居十大卖座男星第三。 。 其票房比黄渤还高,真正成为了一名议员影帝。 。 取得优异成绩的井百然始终未忘记奶奶的养育之恩。 并曾带着奶奶一起走上了领奖台。 。 领奖现场的她们累如雨下,令无数观众为之动容。 。 不仅如此,成名后的井百然还给奶奶买了一套价值三千万元的豪宅。 。 。 她为奶奶所做的这一切,都让网友们深为感动。 。 可以说没有奶奶就没有今天的井百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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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奶奶把景百然培养成了这样一个讨人喜爱,性格坚强幼稚恩图报的孩子 但令人心痛的是,奶奶还没有想几年福,就在2017年的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 景百然一度为此事而深受打击,这也成为了他解不开的心结 但不管怎么说,人始终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 相信景百然也能看开这一切,希望时间能慢慢治愈他心灵的创伤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